大家好 今天是2月29日星期四 市况早市是有少少反覆 而且指数开市那一刻 曾经轻轻跌穿10天平均移动线 不过往后回升上去 而且只是一个假跌波 先看看指数 早市行市先低下107点 到16429点 就是这一刻轻轻跌穿10天线 但在维稳买盘扶持之下 市况开始一步一步回升 结果指数去到16695点才止暴 相对昨日收市来说 这一分钟是升了159点 而大部分时间 整个大市都是拉的 以及整过在16600点左右 2月份已经即将过去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形态都不知仍然是先低后高 指数是由5号的低位15336 升到23号的高位16895点 全个月的波幅直到这一刻 仍然只有1559点 由于指数一路稳守在1020和50天线之上 即是简单说 整个技术上的反弹势头 仍然是有如未尽 即是由1月22号的低位14794点 开始的反弹仍然是延续 直到有一天指数反复也好 或者下限也好 再跌穿1250天线 这才代表整个 纪律上的反弹势头 已经是告一段落 向上网 第一个阻力暂时来说 一定是100天线 大概16753点 只要突破这一点 下一个纪律上的阻力 就会上移到今年1月2号的高位17135点 这个就关键了 如果市况在3月初尽 能够突破17135点 就代表今年股市在首季 将会扭转成为善递后高 以低位是14794 怎样算 高位应该还在后面 很简单 去年由1月27 跌至今年1月22 跌了52个星期 市既然要反弹 属于中期的反弹 最低限度有6至8个星期 其实看以往所谓的中期反弹 很多都有12至14 甚至14至16个星期 现在我只是打折地计算 另外 由122,700跌到14794 整个中期的跌浪跌了7906点 我们不要计算多 先看看这个幅度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多少呢 是17428点 好了 拿了这两个目标 再看看现在的指数 暂时来说是16600 我当今天收市是16600 怎么计算 如果去到三月份 股市仍然维持一个先低后高的形态 不需要去到月底 我想去到中场打后 只要有1000点 是1000点的上升波幅 已经可以先行突破100天市 再行升破17135 而且进一步挑战 刚才我所说的 17428点 其实说来说去 都是1000点波幅 在近 每个月当然有一个波幅 最低限度都是1000几点 所以以16600 计算 能不能够维持一个先低后高 其实这就是最关键 后续市要进一步向上推升 我自己个人看 始终真的要看看 几个弱势的蓝筹表现 腾讯是弱势 到现在也是弱势的 旧行指证明占8% 巴巴一样弱势 但它也占8% 除非这两者新经济股 稍微做好一点 市场气氛才会比较热 如果只靠中行、公行、建行 或者中移动、汇控 或者是八八三、中移动、石油 去拉动的话 市场总感觉到气氛上 不是足够的 那下个月到底情况是怎样呢 明天我们就知道了 大家好 今天是二月二十九 星期四是二月份最后的一个交易天 股市表现平平稳稳 我们先看看指数 照正恒生指数先低开一百零七点 到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点 这个也是今天暂时的低位 往后股市在买盘支持之下 慢慢的回升到一万六千六百九十五点 相对昨天收拾来说 这一分钟指数是上升一百五十九点 可是由于买盘还是比较保守 结果股市大部分时间都是整个在一万六千六百点左右 好了 二分的股市当然是先低后高 指数是从五号的低位一万五千三百三十六点 上升到二十三号的高位一万六千八八九十五点 等于说接规的波幅有一千五百五十九点 可能比较明显的部分 要到三月初我们才看到的 今天来说指数在开始的时候 曾经见过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点 在这一分钟指数的确是稍微跌却了十天的平均移动线 可是往后大部分时间指数都是整个在一万六千六百点 等于说十天线二十天线五十天线暂时还没有失守 当然网上看的第一个左立应该是一百天线 现在大概在一万六千七百五十三点 整天指数都是整股等变 可能整个走势要到明年 要到三月初才能看到比较明显的部分 我觉得从今年一月二十二号的低位 一万十七百九十四点开始的反弹 暂时还是在等机会再往上推的 经过了差不多五十二个星期的下跌之后 股市要是有六到八个星期的反弹 基本是很正常的 好了 从一月二十二号到现在为止是五个星期 当然不够 要是一直稳守在十二十跟五十天线以上 到三月初指数再进入往下推 到月中主要水平指数不但是可以攻破一百天线 可能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今年一月二号的高位 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五点 直到目前这一分钟为止 今年最高指数还是一月二号的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五点 而最低的就是一月二十二号的一万十七百九十四点 走势方面暂时是先高后低 可是由于指数一直稳守在十二十跟五十天线以上 我想最终在三月份股市是会等机位往上升破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五点 在那一分钟整个股市就将会出现一个先低后高的走势 对后一个阶段股市的发展来说应该是比较有利的 当然成交方面能不能够配合是很重要 大家应该知道要是股市没有足够的动力 就算是往上推部分也会比较慢的 还有到三月份到四月份开始有月子的公布 一部分的股份还会派送那个特别的利息 所以有一些股份的确是会有一个天之间上升的势头 一直两者三者出现这个情况 我想市场的人士投资者也开始有一点心动了 所以暂时来说还是可以看够一线 现在来看要是指数要再往上推 我们真的是要留意巴巴跟腾信的表现 因为他们在恒生时都比重降了16% 要是说他们的股价还是振股不前的话 就算指数再往上推幅度也会有限的 好了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 订阅 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点赞 订阅 订阅 小铅 感谢 这里 三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